大家好 我是馬祖 今天來繼續介紹實用的寶可夢 一樣是規則8的制度雙討賽 本次主角就是我們初代寶可夢妙花 也是寶可夢遊戲出售的封面代表 加上凱茲孤島後可超級句話定位就更廣了 首先是種族值525的寶可夢妙花 妙花花在各項能力都非常平均 要走哪一方面都是可以的寶可夢 而妙花花的特性茂盛 實用度雖然不高 但它的隱藏性特性葉綠素就非常實用 在天氣晴覽的場地上速度則會增加兩倍 而在雙打比賽中更可配合另一隻寶可夢 開啟地造後變成大集天來取得速度上的優勢 輔助技能方面可配合玩家的寶可夢 搭配催眠粉劇毒機身種子來輔助 但最常使用的還是催眠粉跟劇毒兩種 而本次的影片則是使用催眠粉來作為介紹 催眠粉可使除了潮汐外的寶可夢立刻陷入異常狀態睡眠 睡眠狀態下的寶可夢無法攻擊 且會持續1-3回合的隨機狀態 在這段時間內我們就可以進行反攻或者蓄力等一些招式 攻擊技能方面走特攻的妙花花可以考慮日光術 原本需要集氣的日光術配合它今天就可不用集氣一回合就可攻擊對手 而妙花花在超級巨狀態下的攻擊也會額外附加傷害 更能削弱氣勢披帶所帶來的殘血反殺的問題 第二攻擊方面則可以選擇多邊化的氣象球 氣象球在不同招式下使用的效果也是不同 如大天際雖然面板上無法改變 但使用的招式則是屬性傷害100的火屬性攻擊 而在超級巨化或極巨化的狀態下也同樣 算是可以反克制剛系寶可夢不錯的實用招式 屋靈炸彈主要是來攻擊妖精系寶可夢 如澤爾尼亞斯、仙子伊布及參謀巨謀的對策 而在一般的攻擊下也有可能會造成對方中毒 是額外不錯的附加效果 在極巨化的攻擊則可讓五番的寶可夢增加一階特攻 可配合出招的先續讓妙花的攻擊增加一階 就可反殺對手 但特別要注意的是 剛系寶可夢則是無效果 千萬不要拿去打剛系寶可夢 效果是0 接下來直接進入實戰測試看看 可以看到對面是剛系神獸蒂亞盧卡 在屬性方面我們可能比較劣勢 而在配合他的閃電鳥飛行招式 有可能會急劇克制我的妙花花 在出場方面就考慮很久 最後考慮到對方的地亞盧卡不太可能會先出場 所以我們就一樣使用天際的阻力 妙花花上彩 後續再配合雪暴碼及閃燕王牌做收穩 補充說明一下 妙花花雄性與雌性在花朵上的表現上有所不同 雌性在花朵上面有花孢 而雄性則是沒有 在極巨化上面會表現得更明顯 果然對方是使用屬性上有益的閃電鳥 加上可使用機場機器和火焰招式的自願好笑舞先出場 我方則是使用顧拉多及妙花 在屬性上面 妙花非常劣勢 但顧拉多的撞來之劍 則可讓火喵造成重大傷害 而顧拉多的特性日照上場後 可配合自願原始時間購女8回合 可以讓妙花的升準率更高 拆等等對方的閃電鳥肯定急劇化用飛沖把妙花抹殺 或者火喵落下和顧拉退場 換水熊下場把顧拉多打掉 雖然對方閃電鳥肯定劇化 但目前大晴天狀態下妙花花的速度還是比較快 只要防止火喵的極巢騎襲 打妙花就可以反殺對手 對方的火喵竟然沒有換下反而用極巢騎襲 但竟然沒有打妙花花 反而打顧拉是因為怕放來之劍嗎 妙花花的順便分運送是75% 可攜帶關腳徑增加密充率 讓順便分更高 但我攜帶的是生命袍珠 讓特攻傷害更高 如果要玩專職輔助狀態 可以考慮以下攜帶關腳徑 考慮對方可能會換腳 就使用汙泥炸彈 不管對方是換腳 還是說直接留在場上都有傷害 雖然傷害不高 但主要就是讓對方無法發動果實的傷害 反而在配合段來之間 就可以讓對方直接下去 接下來猜對方可能會派殘皇巨魔 有過5道窮士主管 而閃電鳥只要下回合沒有醒來 左方的贏的機率就非常大 果然對方派出長毛巨魔 接下來肯定使用光牆 減少傷害 畢竟只要撐到閃電鳥醒過來 就還有機會翻票 妙花花的汙泥炸彈 加上庫拉多的重磅衝擊 一定可以秒殺對方 題外話 重磅衝擊這種體重規律變化招式 對極巨化跟超級巨化是沒有效果的 對方的運氣真的有過差 閃電鳥直接醉了3回合 睡眠通常醉了2回合就差不多了 而在睡眠中使用即睡眠攻擊 則是固定醉2回合 現在我方還有4隻寶可夢還可以戰鬥 對方要嘛就是認輸 要嘛就是很沒品的直接切斷網路 二選一 在對戰過程中 另一方還留在現場的訓練家 不管對戰過程如何 不會是贏家 這點要非常注意 看來對方是很有原則不斷線真不錯 接下來繼續對戰 這次的對手是日照妙蛙隊 所以有可能要防止對方同樣跟我們一樣有睡眠的效果 還有煤炭龜有殘住的哈欠也是一大麻煩 防止異常狀態的卡布奇奇因是要上纏 但對方的昌翔也有可能會有先攻的問題 所以五方會把日照隊留在後手 這樣至少在速度上可能會比昌翔快 比方萬一 而雪豹馬則是克制對方的彷彿花 及沒炭龜使用 幸好對方起手不是昌翔跟快龍 這兩隻的組合非常難打 雖然快龍可以用兵馬克制 但昌翔會直接先把兵馬秒殺 再配合快龍的龍武 基本上就可以完全秒殺我翻了 卡布奇奇上場的火屋場地 直接完美把對方的睡眠招式封印 而我翻的奇奇跟兵馬 完美克制對方的屬性 如果對方沒炭龜使用火系招式打我的兵馬 更可以直接發動弱點炮險 直接將對方的妙蛙花送下去 什麼?竟然是極具妙蛙花 難道對方想要觸控超級劇灰會變滅打七七嗎? 或是用極具火爆配合煤炭龜的噴火秒殺兵馬 不管哪一種都是還蠻危險的招式 但我翻的曲爆碼也是極具化 體質上被雙火攻擊不是被秒殺就是殘血 雖然這次最理想的關鍵 但對方有可能猜測我會把七七極具的 使用極具水流秒殺煤炭龜改變天氣變成下雨 雖然他的妙蛙花就直接不是最快的攻擊而反而是弱勢 配合兵馬的兵處雖然可能會直接輸掉這場比賽 果然對方猜想我會把七七極具化 先把七七秒殺 雖然我翻就沒有辦法改變天氣 但他沒想到我繼續化的是兵馬 這樣子對方就處於劣勢了 極具化後的兵馬 兵器招式會預加強 只要對方不是反應型的妙蛙花 就一定是可以秒殺 而不打沒漢龜的原因就是因為 即使打了沒漢龜也沒辦法發動落體爆血 打沒漢龜他的血量移不到一半 反而沒有打妙蛙花的優勢存在 極具化的雪暴馬 威力可以直接秒殺妙蛙花 也可以改變天氣變成冰馬 使天氣方面對我反比較有利 他的沒漢龜跟我實在有個痛 傷害的血量都差不多快要一半了 幸好改變了天氣 不然可能直接命中要害就直接秒殺我的兵馬 新在雪暴馬發動的弱點爆血 對方下次擅長的一定會是昌翔 而我方也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還有幫忙克制昌翔的 顧拉多 跟專打沒看過一個妙蛙花 果然擅長的是昌翔 還在極具化的雪暴馬 被巨獸傳達到一滴之溫子 所以雪暴馬一定是極具反兵 在靠顧拉多的斷崖之間秒殺昌翔 而顧拉多的日照也可以改變天氣變成大晴天 雖然下回合才有機會讓妙蛙花散來反擊 對方的昌翔果然想把我的雪暴馬直接送下去 但已經急去防臂的不但擔下巨獸傳 還可以擔下顧拉多斷劍殘血後的煤炭灰用火鍋 搞啥竟然沒有打到昌翔 還沒有把煤炭灰送下去 靠 只要死定了 什麼 抱歉 不知道博物產地還沒結束嗎 現在才第四回合啊 博物產地有五回合呢 這下慘了 下回合的顧拉多斷劍 再沒有打到 就準備被對方超車了 現在的雪暴馬速度一定是輸給昌翔 可以讀讀看運氣 再試試看防臂 結果還是失敗啦 看來運氣也是非常重要的環節 對方的昌翔果然是直接還是打兵馬 這下子真的只能靠運氣差的顧拉多翻盤翻盤 顧拉多的偷牌之劍 雖然有85%的運衝力 但在寶可夢的世界 運氣差90%都給你長展沒打到 好耶 顧拉多果然不是神獸一尺 終於返回一面了 昌翔雖然速度快的攻擊高 但只要被兩倍的屬性傷害打到 通常都是直接秒差 所以只要屬性傷害對 昌翔也是不用怕 接下來是2打1的軍隊 速度上我方是優勢 除非對方是使用快龍再用猶如 才有可能被翻盤 結果竟然是殘毛巨魔 這下已經溫暈了 不管是污泥炸彈還是重磅衝擊 都是兩倍傷害 對方竟然使用電磁波 看來對方是忘記場地的效果還在 或者是不到場地效果內 異常狀態是無效的 如果沒有場地 就還有可能有機會被雙磁波反殺 麻痺的狀態下 除了有機會不能出招 還有降低速度的效果 今天的規則8雙打比賽 妙奧花介紹就到這邊為止 上一部神獸白片怪影片還沒看的 連結在資訊欄及右上角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點讚訂閱分享 如果有講錯的地方 再麻煩到留言處跟我告訴一下 感謝您的觀看 那我們下次見 掰 讚 一點點